大谷祥平 资料照 法新社记者尼婉军台北报道 听到大谷祥平因右手肘齿侧副韧带 UCL 二级撕裂伤进伤兵的消息 高雄长根谷科部长周文艺的直接反应就是 不乐观 我认为他韧带断裂的几率很大 应该要评估动刀 请继续往下阅读 周文艺表示 像大谷祥平之类的火球型投手 韧带断裂的几率就越高 他也提出大联盟几年的文献显示 均速在92.7英里以上的投手 就越可能出现韧带断裂的几率 像是郭洪志 罗家人等台湾出品的火球男 也都有手肘韧带断裂的伤势 所以我认为球速越快 对于这种伤势一定多少有关联 周文艺说 以手肘齿侧副韧带的伤势来说 周文艺表示一般是分成三级 即最轻的一级 没有撕裂情况 只是发言 再到中级的二级 就是韧带出现部分断裂 最严重则为三级 就是完全断裂 此外 韧带撕裂的部位也有影响 一般分成前竖 后竖和横竖韧带 对投手来说 最重要的是前竖韧带 若伤及此部分 周文艺认为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 若以大骨的情况来看 周文艺则抱持较悲观的看法 认为以他到大联盟不到半个球技就出现尽伤兵的情况 韧带的问题应该不小 我认为他不只是只有部分断裂 可能有8% 90%的比例撕裂 一般的处理上都会先考量保守治疗 如果只是部分撕裂 就可以进行高浓度血小板血浆注射 PRP等治疗 但周文艺表示 这种治疗结果都不会回到完全没有受伤前的状况 若是完全断裂 他则认为就必须评估开刀 就在去年周文艺才和游骑兵队对一谈到类似状况的处理方式 对方的讲法 我很认同 就是在动完刀之后 最好能经过一年至一年半的复原调整 能到完全强化之后再复出 因此 若大骨在三周后评估要动刀 可能要到明年下半季归队 由于有多年实务经验 周文艺也听过不少国内投手说 医生 听说开完刀之后 球速会更快 周文艺表示 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他认为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韧带 还说像大骨这么年轻万一要动刀 之后还可能面临到二度动刀的风险 如果二度动刀的话 就比第一次开完刀的效果更差 周文艺也说 若要预防这种伤势 除了训练要强化 投球数量要控制 投球姿势也必须正确 更提醒火球型的投手 还是要避免火球连发的状况 大骨详评 资料照 法新社高雄展更医院骨科 主治医师周文艺 记者黄志源社 明镜与达兰联合 谢谢观看